好,我先確定一下我的檔案是不是開對了 沒錯,13 然後,講義呢 這邊要做IK Handle,做Rotate Plan Solver 這個上次好像也沒有Parent 先選指關節,再選副關節 這是副關節嗎? 副關節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大一點 因為這個是層級最高的,Back Root 所以它Radius可以故意調大一點 這個再 再大一點好了 OK 現在選到這兩個,然後再選這個 然後再按快速鍵P做Parent 剛用的指定是這個,Parent 所以它現在關節要連起來 那再來呢,就是要加IK IK的話呢 我們先把 把 夾關掉 這邊再用 Rigging IK Handle 這邊用RT RP Plan Solver Rotate Plan Solver 就是它可以旋轉你的IK 所以這邊點一下 然後再來這個點的位置會比較奇怪 點在這裡 照理說應該一般都是點在這個位置 我們點在這裡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用N Effect把它拉到這裡來 所以到時候呢,它IK還是從這邊作用 可是中間這根關節可以旋轉 反正聽起來我知道應該很怪 那就先這樣做 再來這邊呢先取個名字 叫做 Left Wrist IK 左邊的 這個換個 換個輸入法 好了 Left wrist IK 好 有這個IK以後 我們現在這個 還有一個右邊的也先做 快速鍵Y 或者是 可以Handle一樣 點這裡 點這裡 好 這邊是Right Wrist 其實你也可以打一個R就好啦 好 再來呢要開Outliner 不是Outliner 這個 Hypergraph 這邊應該是 Connection吧 OK 對,Connection 剛剛用的是這個 Connection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N Effect Factor 現在圖案都跟以前長得不一樣 這個視窗怎麼拉不開啊 OK可以 好主要是要動這個Effect 排列順序都跟以前還不太一樣 切到移動工具 OK 好再來呢這個要移動的時候呢 它的方法比較奇怪 是D按著不放跟V按著不放 D呢是移動中心點嘛 要不然 那這個V的話呢是貼附點 所以D按著不放你可以這樣拉過來 OK 再換另外一邊 這邊應該是IK被 被關掉了 我看IK為什麼看不到 好 我知道了 因為我做太大了 哈哈 想起來了IK 你們不會這麼誇張啦 那時候這個角色太大 我忘了鎖小 所以我那時候 睡在這裡 反正就是這邊看得到 好那這邊看到以後 我這邊再按一下這個按鈕吧 OK 這個Left Wrist 我這邊呢要選的一樣 是它的Effect 其實這個名字 理論上是應該要取一下 就叫Effect 7 其實不太對 應該叫做 Left Wrist Effect 有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好了OK 那我現在呢一樣選到Effect 那我這邊是用移動工具 好 D按著不放 貼附點要開 貼附點要開 這邊自己把它拉過來 OK 好 那再來就是 這裡 這裡的話 剛剛那個名字也改一下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這個Effect 改個名字 好 那現在呢貼附的功能關掉了 OK 現在可以先試試看 我先存檔好了 OK 效果是對的 因為你會發現 它中間這個地方還是直的 我們剛剛創造的時候 是創到這個位置上 但是後來把Effect 拉到這裡來 那到時候的話 這根關節就可以旋轉 控制我們的手的旋轉 那這邊也是一樣 檢查一下 這個有沒有辦法調大小啊 都騙人 好吧 算了 可以 好 所以講話曲先交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手臂的那個 IK的設定 這個時間已經六分鐘 再來呢 你可以看一下第七部分 我再講一點好了 那個鎖骨控制器跟 跟手肘的控制器 可以先畫 這個是講義第七部分 所以大家在那個 社團裡面 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們這邊呢 先畫一下這個 控制器 這邊使用 Curve Tool EP Curve Tool 這邊呢 是One Linear 開貼附網格的功能 好 這個點好像應該要稍微移一下 也可以啊 試試看先把曲線合起來哦 Bulling Bulling Curve Curve Open Close Curve 可以 OK 可以耶 不錯 好 這邊呢 這個要先刪掉History 然後Freeze Transformation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先看一下它的位置 果然你看位置在這裡哦 它創造的時候中心點 它的位置都在世界座標的中心點 所以要先做一件事 Center Pivot會比較好做 Center Pivot OK 中心點先置中 然後先稍微從側邊 往後退一些 那先把模型關掉好了 那這邊呢 這個控制器要控制總肩的動作 所以這邊呢 要先把History刪掉 Delete by Type History 然後再Multify Freeze Transformation 數值歸零 數值歸零 Freeze Transformation 欸 沒有按到 Freeze Transformation 欸 怎樣啊 我看一下 欸 欸 鬧鬼啊 我看 零 搞什麼啊 欸 歸不了零耶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我再看一次 Freeze Transformation Reset Transformation 好吧 算了 鬧鬼 不懂 Center Pivot 欸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Delete by Type History Free Transformation 欸 真的不行欸 這位置太爛了 我等一下看能不能用語法來控制好了 這個有點奇怪喔 我先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是 他應該要改他的中心點喔 所以呢你看喔 D按著不放 然後貼附點 這中心點要拉過來喔 這樣一次 哈哈哈哈 太神奇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啊 Multify Free Transformation 我看一下喔 Free 欸 為什麼是Scale 誰給我亂改的 Reset 霸底雷 正常的啦 所以這個是Free Transformation裡面 這誰會改啊 好啦 我不知道 OK 好那這邊的貼附點關掉 OK 接著呢 一樣複製喔 Edit Duplicate 然後呢 一樣開Snap to Point 拉過來 拉過來以後他位置不對嘛 對不對 Y一邊 所以他的Scale要-1 有沒有 位置就對了 所以切到Front檢查 他的相對位置是對的喔 然後做Freeze Transformation OK 歸零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Clavicle Control 這個History要刪掉 Edit Delete ByType History 好 這個改個名字喔 Left Clavicle Control C.O.N.T.R.O.L. O.L. 錯 好這邊是右邊的 Right Clavicle Control 喔 就先這樣吧 已經有點太多了 11分鐘了 谢谢